亚洲列强在琼斯杯磨刀霍霍 过去加拿大大多是派出本土联赛NBL的球队应战 不过今年大不同 是由全国第五名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球队UBC来到台湾出征 球迷关注焦点不用说 当然都是在台英混血小将谭杰隆身上 代表母校UBC回家乡作战 检视他从HBL到旅外之间的成长 其实以他们今年报名的情况来看 大部分的球员在下个球季在UBC都还有出赛的机会 那谭杰隆毕竟还是刚从大一准备要从大二而已 那我认为应该还是从先从防守 他们苦力做起 因为其实他们内线整个 就是肩膀的深度其实是蛮够的 那当然也看到说谭杰隆在这个暑假 他的进步幅度有没有办法取得教练团的心 毕竟他们的教练团也是一个执教十几年 都是现在这名教练在执教 这个非常稳定的体系发展 说起加拿大的前场战力确实人才积极 二十岁的中锋Grant Schaeffer 两百零八公分一百零七公斤 不只身材占优势 近距脚步也很灵活 是加拿大国家队积极培养的好手 而且Schaeffer来头也不小 在2017年的U19世青赛 他可是跟今年尼克探花RJ Barrett 携手带领加拿大打回冠军 那现在这一支UBC里面呢 一共有两个是他们过去的U19世青赛国手 包含他们的中锋就是Grant Schaeffer 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和RJ Barrett 一起拿下就是U19世青赛冠军的 关他们的国手中锋 那另外一个就是蒙瑞克雷 那他是2013年的U19国手 那时候他的同位队友 包含现在是尽快的Trey Lyus 还有以前胡人队的Teylor Eynice 这支枫叶大军主打团队篮球 阵容里将近有九个球员 平均上场时间都在十分钟以上 以资质或是成熟度来说 UBC在大学球队里算是数一数二 不过球员平均年龄22岁 体能或许占优势 但在经验值和稳定性上 也就稍嫌不足 再加上今年琼斯杯 亚洲练强无论韩国或约旦 都是派出国家队等级的阵容出赛 对战强度直接拉高一大阶 不同组合的对决会激出什么火花 球迷朋友一定要看 外体新闻综合报道